好了,新一集的節目又來了 今天是星期三的晚上 繼續有肥蘇和Eric 上個禮拜終於,大家等了很久很久 終於開球了 英超開羅,甚至德超杯 西班牙超杯都開羅,法甲也開羅 其實大家都好像休息了不太久 老實說,你休息一杯之後 你休息了兩個星期 轉會槍好像趕下班一樣 現在的轉會槍可以轉出 英超不可以賣入 只可以借用,或者是沒有合約的 我覺得今年英超相對的轉會槍 是比較淡靜的 而且今年實在沒那麼精彩 一方面有幾個 expect的轉會 大的轉會沒有發生 轉不到 譬如,尼瑪會不會過王馬呢? 那就不可能了 應該沒有了 距離現在的球季開始 第一 第二 其實多少也跟英超的轉會槍關了很大的關係 關了很大的關係 關了很大的關係 所以今集我們講明的主題就是轉會槍 主要是轉會槍 不要說總結了 因為其實他還有一些其他聯賽還可以轉的 或者叫做update一下 順便也講完更多的 其實應該是最熱鬧的那些 另外幾個聯賽的那些 應該現在都發生了 大家都不要 expect 會有大變化 雖然說摩迪住不住得整個國米 現在說他很想去 現在據報 其實是很不同的 意大利媒體那邊就吹得很癢 但是西班牙那邊就說 王馬應該是會留住他 我覺得 這幾天看這個風聲 我不覺得暫時有一些很突破的進展 因為王馬如果買走摩迪也要買replacement 是,這個是問題 時間真的不夠 現在最慘的是王馬 就這麼貴賣多個馬 始終是幾個前鋒 大家都在想 會不會再買前鋒呢? 又不是 如果想得深一層 因為盧比迪古當年 他是王馬總監 原來當時賓司馬 就是他看中 而他又加上他推賓賓司馬 現在作為主教練 沒有理由推翻自己當日的想法 或者他現在 和王馬的態度都很明顯 根本已經是 我都堅信這件事 就是他們寧願 就是還用一些年青球員 或者是一些 比較年青買回來 然後去看看可不可以升值 有潛力的 大問題就是 你說再像以往那樣大手 一兩億 一億 不要說什麼 一億多 我覺得就反而 機會是微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今年 很著重 有一個意甲的球員 就是 拉數的米林高月三位 現在就說很大機會 先用借用形式 去AC先的 現在就有這樣的消息 現在就說 先給4千萬 借用 然後 下年 再把那條數 就是7千萬 當然還要加球員 現在好像說 寶蓮來 就借過去拉數 因為 印沙基很喜歡他 詹蒙燕斯基很喜歡他的 所以 據聞這個deal 就說到言之作作 但是 轉匯槍還未完 其實是還有機會的 在這裡補充一點 因為有一位車迷 如無以外 他應該是車迷 他就facebook message 了 就說想討論一下 車路士是否需要韋年高月三位 又或者是 他擺在黃馬對不對 對 在這裡 我姑且回應一下你的問題 肥蘇有什麼看法 順便可以說一下 就說 他覺得 每年高月三位 就不是很適合 現在車路士到方 原因是因為 他這一類的中場球員 又高大 他有支點能力的 但問題是 他相對地 在世界杯子 蔡爾維亞的表現 又不是太好 是 回到球會 他又比較擔憂 就是說 一些雜位 給那些球員 又或者中場的球員 在技術上 未必能夠配合他 因為 韋年高月三位 就有機會和車路士 其他中場的球員 功能重疊 又覺得 在閘方面的支援 未必那麼充足 所以 就覺得 他就不太合適 就是車路士 因為 剛才提到 他有機會去AC米蘭 我覺得 倒不如 就順便去探討一下 這件事情 就是韋年高月三位 如果他離開 拉數 你覺得 他哪一個下家 是更加合適呢? 車路士 那個就不能說 因為那個已經是 沒什麼可能發生的事 沒有可能 但是 我們可以嘗試 就是用這個做引子 去講述球員的技術特點 對不對? 為什麼他在轉回槍 他仍然是一個 這麼一隻手可熱 這麼一隻手可熱的目標 拉數和廣明說 我一點也不會減價的 我這個球員死定了 這樣 你沒有一億過一億 你不用敲門 跟我說 直接說 不用敲門 不,我也贊成是 不適合車路士的 因為如果你看到 沙利教的那些球 那些球員的跑動 還有那個流動性 是很強的 就是說如果 你說他是不是需要那個支點 你想回頭 他從來 在那波利 都沒有支點 有什麼支點? 全部都是 梅頓斯 然後 鹹石 甚至前面 荷西卡里莊 你前面是有個中鋒 是一個中鋒 進去finishing 那一下 其實 問題 我覺得 沙利教那些球 是不需要的 反過來 還有他擺的人 擺的陣式 是4-3-3 其實他也強調在兩翼 是這樣壓下去的 我又覺得 兩體而已 我自己的意見就是 如何每年高月沙域 這類球員 在以甲 尤其是以甲 尤其是以甲 因為我們探討中場的類型 球員的時候 有一個位置 可能大家知道 會在Football Manager 才認識這個圖案 叫Messala 即是 二大式中場 三中場裡面 靠哪個 進攻的傾向 較為強烈的一個中場 而且還要看 在祖雲達斯的歷史 或者異教的歷史裡面 是北伐這一類 是以這個位置出身 是 又能夠踢得好的球員 你早年 你斯丹 踢祖雲達斯 又或者 接下來你去看 類似戴維斯 他靠左一點點去做一個發展 其實也是類似這種角色 接著再看近代一點 就看普巴 文素基誌 也有一點點的 文素基誌也是相似的 所以 其實你問我 你這一類球員有沒有用呢 絕對是有用 有 但是就要看戰術環境的調配 第一 你這一類球員 怎樣可以突出他呢 就是 你要把他放在邊線 譬如 我當作米蘭高雲 放在左邊 這樣算 其實跟普巴的角色有點相似 是啊 那你最好怎樣呢 就是人數多 有個優勢的時候 利用他的技術的特點 去令到其他隊友 有空間去走 因為他的孤大 可以拿球 可以拿第一點 互球也可以 還有傳送 還有遠射 甚至自己射都可以 沒錯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看意大利的球員 怎樣用這類有高大的 身材的支點能力的球員呢 就是正如我剛才說 Tsunamista 所有不對稱 人多的時候 你可以圍著他 來組成一個這樣的攻勢 你要想一下 米蘭高雲 沙域這一類的球員 放在車路上 什麼情況之下 合適呢? 就是沙里 都可以 在戰術上 做一個這樣的調配 如果你順著拿球 去玩的話 米蘭高雲 未必是一定會出現的 是啊 但是沙里 作為一個戰術的 大師 我不敢說 但是他的設計很豐富 你知道這個年代 我一般大師 兩個字 有很多人會挑戰 你沙也會給Nick 挑戰 沙里 未必一定的 對不對 未必一定稱之為大師 但是他的戰術 變化很豐富 我覺得他有條件 可以環繞著這個點 去開展戰術的 還有補充多一點 就是說 這類高大的球員 他在幫球員 幫他的隊友 去製造空間的時候 變相是令隊友的跑動 是少了的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些高大支點的球員 因為在於他拿球 或者跟其他對方的後衛去爭奪 那一刻 他是可以有很多優勢的 變相你的跑動 引開對方後防的那一刻 功夫就少了一點 為什麼我這麼容易中 這些高大支點的能力的球員 就是這個原因 男人一定是看中鋒的 其實你想回頭 如果你再說一下 巴西也有 巴西最典型的當年 近這30年 最好球的那幾個 或者最明顯的就是 一個是蘇古迪斯 一個是萊姆 一個是萊姆 你給他那一球 他不是頂球 他貼下來控制 他又可以互渡的球 讓隊友碰上 我最精彩的 我覺得 我看過很多蘇古迪斯的比賽 片段 或者比賽 其實他跟祖利亞 這一下子很相配 他拿著那個球 在左邊 有時候扣回中間射球 有時候就等了 碟瓦 一上那一下 我很典型 記得有一球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有一球 調著他入攝 就是洩高 對意大利 拿著那個球 一吸 然後他就吸進去 然後傳給他 嘩 如果你想回 Ever 剛剛所說的 其實蘇古迪斯就是這些球員 是啊 沒錯 不過大家 類似的效果 但是他可能 長處或者優勢 突出的地方 有些不同 當然了 他也不是主要踢高球 但問題是 至少有一些地方 是很值錢的 這類球員 原地轉身很強 是啊 原地轉身強的時候 對面的後衛 那個優勢 大得來 又可以幫隊友去製造空間 是啊 所以為什麼 瑞年高的3月 這個年代值錢呢 是不是 當然你問我 他的腳法 是不是很小 他還沒去到那些 但是你可以當他是一個窮人版的普巴 來看也可以 或者是 你再看某些高大的球員 他怎麼為之用得好呢 我給大家一個個案子 大家又說起普巴 我又把費蘭尼 費蘭尼 以前費蘭尼在愛華盾 用得好的時候 他也不是打正中間的 沒錯 他是靠邊的 他是靠左邊的 是把拜恩斯和派拿一起用的 但是今天試想想一下 就是你擺一個支點效果的球員 靠邊 然後其他隊友圍著他去做一個發揮 其實就是對整隊球隊來說 是加快了進攻的效能的 是啊 所以你問我 瑞年高的3月值錢的地方 就在這裡了 如果你說他去AC米蘭好不好 AC米蘭當然好 當然好 當然好 這個球員 那就要考牌了 考一下加度數 如何去 如果真的去的話 如何佈置陣式 以及如何佈置 你說操作的機會 我就不敢說 為什麼呢? AC米蘭剛剛過了FFP 就算你說先借後買 是 那你人工那裡 你怎麼算呢? 是吧? 你還要回顫雲條數才行 你不是想一年 是想你留幾年 那現在你看他不斷鬆綁 不斷鬆 不斷鬆 努卡迪利那些都全部賣 全部借錢借錢借錢 但是他保持有人進去 巴卡約高也過 是不是? 然後然後你 沒錯 他是扔走了一幫老師 但是他變相又回了 希古恩進來 再加上這個卡達 所以他要自己算對的數目 是啊 沒錯 卡達拉 所以你問我 數目那裡 就未必能夠計算的 大家再多觀察幾天 觀望 拉數是找到replacement 但是他願不願意 給AC米蘭 我覺得是另一回事 你AC米蘭 你今天就算借到 你明年也要想他轉會費 他一定要計算的 是啊 我覺得這件事情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的 是啊 繼續 我們今天講主要是英超 首先上星期五 現在英超都很聰明 霸佔些檔期 其實嚴格上 希望大家起碼看六七場 第一 星期五深夜就是曼聯 但是曼聯那一場球 嚴格上你也是講險勝 那一場球的表現 又不是太差 但是你說很好嗎? 又不覺得是 很典型的套路 是的 就是你拿了一點領先的優勢之後 中場後防就會習慣退後 讓回空間 還有戴那個十二碼 我覺得是很困難的 就是那個球 老實說看幾次慢鏡 其實都是這個位置 都是這個位置 其實真的很困難的 不過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告訴你 曼聯奴 曼聯奴說最重要是領先 領先之後 那個套路就不一樣打了 他很幸運 就兩分鐘就拿了十二碼 但是我覺得 你說傳統的套路是怎麼樣呢? 除了我剛才說 你拿到一個領先優勢 你中場和後防 習慣了縮後之外 就是你前面的那三個人 你保持不到一個 possession 是的 又或者你沒有去做一個足夠的 pressing 都是很大的危險 但是你說 這場比賽有些正面的事情可以看到 彭尼娜 有些聽眾就已經說 這個十五號仔的踢法像卡維克 其實他有些地方跟卡維克也真的有點像 身體真的不強 算我正面的 你一時間我是說一些不好聽的事情 但正正是他身體不強之餘 但是他踢球較為 腦筋轉數是OK的 你看見其實 這場比賽有一件事 我想去年的曼聯 都未必有的 你中場多放兩個 就是一個費特 一個彭尼娜 是那些 無論是中場你轉方向 或者是做一些短傳的節奏控制 怎樣加快一些節奏 都是做得流暢了 尤其是彭尼娜 很多時候是不用怎麼調整的 即是立刻一個one touch 彈回去給其他隊友 加快了球運上去的節奏 連帶普巴也不用經常這樣 所以那一場普巴也踢得好很多 爽快了 爽快了 主因也是因為 他有另外兩個巴西二人組 在附載他 何輝對他們兩個的表現 還是有些保留的 覺得他們比賽方面 決定可以再做好一點 但是你看過passing rate 那些 其實他們兩個那一場比賽 是做得不錯的 如果有一次彭尼娜 叫他第一季擔正 AR叫擔正 然後費特 又是剛剛去英超 我覺得算是合格的 其實旁邊來說 彭尼娜不是一個定型的中場球員 有些樓下的網友就說 他在舊時踢華人西亞 那些 都好像不是打過這樣的位置 可以是4-4-2打過邊線的 又可以打過進攻中場的 其實他還沒定型的 但你問我的話 他可能隨著之後下來的發展 一直延續下去 他好像是打過防守中場多些 而我旁邊的一個節目 Spring for Anana 這個星期會上的 OK 也曾經提過一點 就是 其實普巴這類型的球員 他的其中一個 最好的一個使用配搭 就是他後面有一個技術型的中場 不用派到這個級數的 卡巴爺粗粗地用都OK的 所以其實 你現在曼聯這個中場 你如果能夠保持著用的話 其實長遠一定可以幫他減壓 另外 怕不怕會變成奧斯卡 就是把彭尼娜變成奧斯卡 我覺得是怕不怕的 很怕的 我覺得是不怕的 有些事情要看著自己的發展 那奧斯卡沒辦法 因為他要適合摩尼奧 變成了他自己有一種 我們國內的靈性 或者可以說 足球的touch 好像是差了 我覺得 但是 但是某程度上 你說現在的奧斯卡 那個硬正程度 或者打硬正的程度 我覺得是好了 他其實 不可以用奧斯卡做類型的 對 彭尼娜的角色 因為其實奧斯卡的前插的威力 還有他的踢法 一貫是墮前多些 對 傾前多些 彭尼娜的話 他傾前的進攻的效果 就肯定沒有奧斯卡的明顯 對 他應該就是一個 能力是平均以上 但是又不是特別突出的一個中場球員 這類球員 不用想了 不要想著他向前 索性鬥後發展就可以了 正如他當初 他怎麼想用米基爾條 整做防守 中場一樣的效果 對嗎? 對 但是你問我的話 米基爾是否浪費呢? 其實 如果你說米基爾的個案 我個人認為 米基爾其實是 不是浪費不浪費的問題 是打朵太后 又是不適合打 米基爾 如果你問我防守 或者是鬥後踢 那個能力 我寧願他打來 你的國家隊 向前一點 他是打得好一點 丹利娜向前 你問我 我又不覺得他真的很強 他又不可以 我覺得他不是那個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討論這個案子的時候 各位網友 是看你覺得浪費不浪費 你問我的話 彭尼娜就不浪費 原因是因為 其實可能他的段數 真的到這裡 但是如果你再討論米基爾的個案子 就真的浪費 或者你叫普巴打這個位 是浪費的 是浪費的 但是還是回到我之前討論的事情 你普巴就算你打人釘人 防守中場打人釘人 效果好不好 一樣可以很好的 可以 對比利時那一場 他去按盧卡古 去按哈薩特 他踢得很好的 是浪費的 就是浪費的 正如你討論以前 爺爺托尼也在巴採踢中堅 你會不會甘心給他踢中堅呢? 浪費嘛 浪費了 浪費了 爺爺托尼 彭尼娜做這類綠葉 就不會覺得浪費 因為他本身真的做了一個綠葉 不過是頂級的綠葉 但是已經夠了 夠了 所以我自己今年 我買萬年波衣 我印彭尼娜 我印彭尼娜 其實是想不到的 這個事情 我覺得 虛尼拉不就糟糕了 虛尼拉沒得玩 虛尼拉現在是很... 他現在是四不像的 其實挺磨砲的 是啊 你說他倒後 他又不是 你說他向前 他又不是 你向前 他的腳軟射是很差的 是啊 或者用另一點是很差的 你叫他倒後 其實他的長拳有一般 所以他現在在鎮中 他的效用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想多一些 在某一邊 去跟馬達做一些短拳入滲的時候 就是用他和馬達的默契 萬一他沒有馬達在鎮的時候 他就好像差一點 所以他現在的情況 再加上他只有一年弱 真的差一點 多一聽眾留言 長遠會不會向左真奴發展 有聽眾說 怎麼看今年萬年的排名 我覺得 排名都現之上組 左真奴的話 再慢慢看 慢慢看 因為巴西球員來算 其實是很難定性的 如果年輕來算 譬如我舉一個例子 現在在中招打的奧古士徒 就是練習奧古士徒 其實他年輕的時候 就是右腳板是你華盜的 那時候他比較壓前一點的 但是後來發覺 阿滴滴用他 墮後一點他的技術 他控制節奏的能力 或者後尚的能力 都足夠的 誰知道原來他打那個位置 越打越好的 反而透過半格 他就比較好 或者你看他的奧古士 是啊 奧古士初打進攻中場 初打進攻中場 但是後來發現 他在後面發版 比他更好 比前面更好 沒錯 即是他的基本功OK 他的傳送OK 而且遠射都OK 遠射都OK 但問題是他的身體 進去之後 又沒有去到最強 實勝鬥後 如果旁邊有一兩個 看著的話 他還可以解放格 不止上一兩下 是吧 所以你問我 彭尼娜的角色 其實跟費特現在這樣合 其實對寶伯是最好的 也是對萬元最好的 但是馬迪之後 都會出來的時候 這個組合也是胡策省的 真的挺頭癢的 其實現在萬元比較多 其實中場就沒有人 因為我覺得 其實中場人數 反而現在剛剛好 是 但是 彭尼娜的角色 就會有點像是在 費特的後備 或者是馬迪的後備之間 搖擺 但是我覺得 或者是 摩尼娜他自己也預測 馬迪這一季 不會踢得好像上季那麼多 因為一來後衛中堅 他覺得的人腳不夠 有時候如果轉三後衛的時候 甚至乎他有機會放馬迪打後面 不是我吹水 他自己的記者會都說 這季馬迪真的有機會打中堅 不信的 自己上網搜尋一下 其實三四後衛轉換馬迪 這個球員是最對的 我也覺得可以回頭 不過他是有一個問題 第一 他真的慢 第二 其實他的身材高 但是他的頭緒 不是特別好的 是 當然他之後會再怎麼轉型 大家再觀察 但是你問我的話 他作為防守中場 因為他的身高 他一定會打正選 這個是摩尼娜他選人的 一個很重要的標準 沒錯 彭尼娜的雖然是不夠高的 不夠高的 而且對抗性相對差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 怎樣叫做 所謂釋放普巴的效果 其實你放現在的三中場 是比你放馬迪在普巴旁邊更好 當然了 如果你說進攻 或者由手轉攻那一刻 其實馬迪那天是爽了 我也覺得 沒有之前那麼脫下 之前很脫下 還有之前很靠一個半個球員 大大大大 大二十幾三十馬 今天有聽眾就走來問斯丹 你這麼快問斯丹 你以為真的在炒了嗎 我又覺得兩體 我又講清楚一點 你問我個人立場 斯丹對嗎 教曼聯 這個假設性問題 我今天不會回答 太假設性了 因為第一 我覺得現在說 炒摩尼娜也很現之上早 你曼聯也會看成績 看環境是如何 真的現之上早 你問我的話 我自己作為曼聯球迷 我最關心的是什麼呢 是有沒有一種 是恆之有效的制度 是保證 就算你的領隊的更替 做得多 是 相對比以前多也好 但是球會的管理是 effective 我寧願是這樣 你不要經常在這裡奢求 領隊一定要做到 好像費格順那麼久 沒錯 又或者是 就算不那麼久也好 可以做超過三年 你看拜仁的教頭 有多少個是做得超過三年 其實拜仁都不是多 不是很久的 是嗎? 只不過是 哥迪奧尼娜來了 就說三年約 到了 我不續 其他幾個都不是長 歐陸大球會 除了斯蒙尼 根本沒有一隊球的教頭 是做超過三年 很多都是 如果聽眾想到的例子 我可以補充 但我也肯定是很少 少 是吧? 既然現在大家知道的大趨勢 就是現代球會的管理越來越複雜 是吧? 架構越來越複雜 人士越來越多 位置 position 越來越多 就是希望攤分你以前舊式領隊的那種 借手遮天 買人 或者是成績不好的 是保障的 有聽眾就說高普 高普也三年了 但是老實說 李日浦是 在那幾年 不可以說是大球會 我覺得當時的成績 以及氣勢 嚴格上 你剛才的馬體會 我也不覺得 如果你拍到黃馬 拜仁巴賽 其實他也不算的 就算你去舉例 差一點的 就算你舉例高普 艾力尼 是啊 他們兩個何常為有轉會總監 幫主 是啊 有足球總監幫主 一樣有啊 李祖恩達斯 有馬路達 馬路達 是吧? 你回到利物浦 也有一個transport committee 是吧? 我想說 我想指出我想回應的事情 就是兩個問題 第一 你怕有足球總監 領隊的轉會事權 會被削弱 有些萬寧球員 會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 我想在這裡回應一下 你覺得這個事權 會因為總監而受削弱嗎? 其實現在的結果 他也是一樣被削弱的 摩尼奴說要提出賣的中堅 你會不會有答應嗎? 沒有啊 那你是不是已經可以說 其實他已經被球會削弱了他的轉會權呢? 在這件事情上是這樣的 既然你設定總監 又會發生 不設定總監 你又會發生 怎樣都會發生的 怎樣都會發生 你看阿仕奴現在就知道什麼事情 就是現在討論的問題 不再是領隊會不會被削弱會權的問題 就算摩尼奴 就算現在你不放足球總監下去 你選擇的人 你照樣都會過不了高層那關 沒錯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 這個問題怎麼會是因為足球總監而衍生的呢? 這個問題根本是整個英超都已經在發生的 是不是? 是啊 所以 剛剛阿肥蘇提到 英超的球會講分權是大勢所趨 大勢所趨 就算你說多傾向管治的事情 越集權就越好 越集中在一兩個人就越好 我想強調一點 現在有多少球會的權力是會這樣做的 其實最古老的那一對就是曼聯 是 其實這樣才是最不正常 是 沒錯 是不是? 你們習慣了以前的那一套 但是大家想清楚 有很多的球會的管理層 都是被外資去控制的 尤其是美國人掌控的球會 就越強調分權 美國人搞管理是最聰明的 一個法國一個美國是最聰明的 越多這些事情 他就專門攤分你的權力 令到你容易監管 不會一個隻手遮天 以前我們講分權這個問題 阿仙奴的Case 講了很多 對不對? 現在你還要現代球會管理的事情 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舉個實際的例子 你住會買人 教頭設定個List 然後正常應該是找高層去做談判 萬聯的Case是什麼? Woodward去做談判 當然他帶多幾個人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你中間應該是有桥梁的 講到桥梁是做什麼的呢? 一 剛好領隊可能暫時曝不出名字 但是他講清楚哪幾方面的要求 是的 我要買一個中堅回來 有提搶 是不是? 有高波 背身OK 對抗OK 你拋幾個條件出來 但是你講不出人名 又或者是 我可能和歐洲球會那些 脈絡沒那麼好的時候 就扔給總監 去領著那個球探系統去做的了 是的 沒錯 有時候你發現 教頭選人的眼光太狹窄 選了都是29、30、31的時候 正正就是總監告訴你 你要的這些要求 其實23、24歲的都一樣可以找得到 是不是? 就是 總監具備的就是這些人物關係 和他的識別人才的眼光 這個是輔助 這個是補充 OK 多個人 多個想頭 就比你所有事情集中 讓領隊一個人去想 就這麼簡單 就算你想回十幾年前 十年八載前 就算西甲一向都走這一套 就是體育經理也好 什麼總監也好 他有個銜頭 但是問題 你都難免會有私傷受受的問題 就好像有網友那時候 inbox就說 喂 你們舉一下例子給我聽 為什麼會有些領隊 或者有些轉會是私傷受受的 其實比如 如果大家是黃馬球迷 你會有一個記憶 你記得當時 記不記得 米積杜域坐的那個位子的時候 就是私傷受受最厲害的那個 明明希古欣 二三百萬買到的 然後變成千多二千萬歐 其實問題就在這裡 他熟悉那些經紀人 或者網絡 然後他就去找那些人 然後那些人就會 在那些免價上加了 然後就做些回憶去享受 這樣 所以全部球會就買貴了 甚至 你選擇的時候 就變成會找來找去 都是那些經紀人 還有跟你有私傷受受的那些 是不是?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就算你聽眾去補充說 不是 你現在有很多球會 熱次組人達斯馬 體會 李物浦拋都拋到四個 這四隊是有長期的教頭也好 我正想強調的是 這四隊他們都是在發展中的 發展中 繼續增長的 是不是? 但是 他們也是要有駐會總監的輔助 領隊才可以在技戰術上做得好 這四個例子補充其實是很好的 但是你想想這四隊球 可以成長的其中一個主因是什麼呢? 不是在於你只用一個長期的教頭 是你有充分的條件去輔助他們 是可以專注在技戰術上的提升 你看看雲家發生了什麼事 是啊 雲家的悲劇正正在於他要兼公認的太多 其實你看看德甲球會就知道 德甲是相對比較健康的 就算你拜仁也好 你當蒙特也好 你去到那些時候 他們都要去一個球膽系統 他們都回來 交一條數 我幫你找了什麼人 那條數是合不合的 德甲是最健康的 就是很少說入不敷之 或者自己沒那麼大個頭 戴那麼大個帽 沒有的嘛 你罰賣補就罰賣補 買什麼人就買什麼人 我買了這些人 我其他買不到的了 因為這條數不平衡的 會付錢的 會虧錢的 其實這件事情 你看到德甲是最成功的 哪怕你白人這麼多錢也好 喂 起碼也不是借手遮探 亂買的 都會和你領女溝通 然後找一個球經理 哪怕總監去搞 然後就跟三巨頭說 我幫你找了什麼人 來的高華都說OK 那我就簽了 對吧? 所以Chi Lento就說 現在需要的就不是Head Manager 是Head Coach 又正正地應了摩連奴那句話 對不對? 如果暫躁摩連奴的立場 當然希望他自己說了 那當然了 他可以買文迪斯那些人 但是有聽眾又說 或者有些萬年球迷就覺得 喂 你請了一些一線教頭 他當然希望拿完所有事情來做 為什麼要找一個總監來分破權利呢? 我想說的是 其實很多歐洲大牌教頭 他們跟球會總監合作的經驗是很多的 是 大家不要把萬年沒有總監 這件事動作是一種優勢 沒錯 我告訴大家 你沒有總監的時候 Woodward也曾經做過很多測試 是不是? 那是巴爾 那是華拉尼 那是卡雲尼 那是Bitling 是不是? 他自己也想一連一升 是 他現在自己也學精了 是不是? 都不是 有些事情不是純粹一連一升就可以的 看看球會的數 看看你現在的整個scope management 是不是? 那當他有些位置 他真的有一個盲點的時候 他是需要一個對球圈 對管理 是有認識 有經驗的人去幫他 而這個是他 作為一個橋樑 是怎麼去輔助 摩尼奴和Woodward 不是 因為問題就是 如果大家看了這麼多年的足球 或者你想著 你不是打 當你玩遊戲 你去玩那些 manager 大哥 你真的要看這條數目的 你作為領隊 你問我 譬如我排人 或者我去選球員 我也可以 但問題是如果你當我是領隊的話 我看這條數目就麻煩了 那我會不會有自由身的 他還有多少年約 那他要什麼新的要求 那他很煩的 其實這些真的是掃的東西 你會和球會 會看平衡的 給不給到這麼高人工去 他說要 那你那些事情 已經out of 一個正常要記戰術 排陣的領隊的範疇了 其實那些事情是很煩的 我提出一個觀點 是希望聽眾都可以討論一下 也有機會的話 聽眾覺得我說的東西不對 不合理的話 可以修正我 就是我覺得 如果現在的球會 他想重視在清分方面的工作 他更加需要重加 因為呢 你領隊呢 他要去管理一隊 都已經夠麻煩了 他要再兼管清分 他是要想起 有哪些年輕人 可以扔上一隊 去平衡整隊球的長遠發展 這件事情 他沒有可能自己想起來 就是清分那個系統 整個東西怎麼運作 你一定要有一個總監 有一個全局的眼光 去統籌整件事 是吧 所以其實變相來說 總監給球會的權力 其實是大個head coach 是吧 是吧 如果大家是自在去想 嘩 不是啊 manager 那就真的降格 降格是緊的 我們如果要追求一隊球 有長遠發展 其實更加應該要追求一個權力 比起head coach更大 比manager更大的總監 就是這樣 那王力就說 魔佬不是升了一個 U18 就是上一隊的 上U18做一隊呢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現在的觀察Makena 一方面其實可能是 在他的工作表現上面 一種認可就讓他升職 但不代表青年軍的調整 整個系統方面 它的重要性是提升了 小楊我同意說 我從來覺得雲高爾 幫曼聯搞清分是對的 有聽眾說 當年紐卡蘇是因為總監作主 就搞到基金辭職 喂 但是如果你用舊那一套 他們當然是受不了的 很簡單的 原因呢 我告訴你 你不要說基金辭職 就算是再早一點之前 紐卡蘇的總監 其實在法國在法國買人也說 據說收不少規矩 對不對 當然 那些位置 我想說 總監當然也不是什麼 聖人 聖人 不是的 OK 不是聖人 我剛才也說了 阿米直徒域那些收最多 對不對 不是聖人 總監的那個角色 OK 不是聖人 但是至少他有一個角色在那裏 做damage control 你找不找一個合適的人都很重要 不是 我經常說 有一件事情 大家要想清楚 就是 他收還收 他cap還cap 第一 cap得有譜 就是不要太離譜 第二 他cap得來找個球員 最重要是對的 就是球隊是發揮到的 哇 他找到回來 例如當日你說 喂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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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英式領隊 就是那幾個 就是你cap還cap 他幫不了球隊 然後買了全部 全部cap回來 原來放的 例如當年哈里叔 大哥 在軍事爆球隊 買的那些都不是踢球的 回來的 是養老的 那你大哥就降班 就死了 這個球會 是啊 沒錯 就是你cap到一些 好像說 你阿拿大師 去年起碼 去找到一些 都還可以踢的 都還可以幫到你的 那你就cap 你就cap 是不是 有聽眾就補創 不是 高莫尼做利物浦總監的時候 二十英米唐靈 我不是想 只在這裡回應這一點 怎麼這麼簡單 其實 那時候你買任何一個鷹人 牽達神 唐靈 卡路爾 加了一個查理阿丹 有誰不貴呢 其實呢 雖然我也不想說這個人的壞話 但是這個也是事實 雖然我是很愛利物浦 但是杜鑑利船 當天出來 其實這件事是有很大災陷的 你問我的話 你想一下 那一季買的那些什麼人 什麼查理阿丹那些都買了一餐 那些真的妄之不辭人 那你就看回頭 就是他買的那些人 如果你計算 賓尼力斯買的那些人 是像很多的 我只能夠說 杜鑑利船第一已經回了堂 那時候已經拙了 第二 其實他有沒有私心呢? 雖然 利亞補求榮可能會借我 但是我大膽地說 那一季其實他多或少 都有他的私心 所以你問我 責任是在哪裏 這個可以再討論的 當然我們不知道內部 誰打取 但是問題 他也有責任的 那你也領對鴨頭 我不相信 那個高莫尼買了 對不對? 是啊 另一方面就是 另一方面 就是 Tom Poe 有一個補充 就是說 當時其實利物浦 如何數據分析那些太原始 這個帶來一個問題 你不是純粹是一個總監 而是說你總監下面 整個球淡的評估系統 又或者是你分析的那個模特兒 是些什麼 其實很多都是 那 另一方面 就 剛才有聽眾 就提醒到我們 就說 雲家呢 那時候 帶整隊阿仙奴 他每一個環節 其實都保持得ook 不過 你又要反過來想 他每個環節保持得ook 不過 他自己在技戰術那裡的進步 就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慢了很多 其實是有些關係的 有 現代領隊是不 就是我覺得 堅固就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因為你足球的那個 事務的內容其實是越來越複雜 沒錯 你單單說的球探系統那些 變化評估數據 整個模特兒是什麼 那裡已經是一個 幾個人的小組 是去做的一件事 而不是純粹 我交下說 我要什麼要求 然後你幫我去找就算 別人的球探貿系統 有些球會 是幾十人的 意思是不同地方 比如南美洲 中美洲 是完全有一堆的球探 然後去看 譬如交給球會 寫了report 有一個report 可能有今季 當今季 可能之前有過百個 已經放上去球會 是跟著他們去分析 哪些適合 哪些不適合 哪些是可以繼續 研討 球員 其實 大家不要以為 脆的那幾個 是那幾個 不是的 不止的 如果一個良好的球探系統 是幾十個人 當然那些 不是一定是 在球會 請定了 但是起碼是有經驗 經常去看比賽 甚至是要寫個report 上說 多門特 我現在幫你看到一個 哪裏 哪裏 其實這個適合你們 你考慮一下 是這樣的 我聽眾說 車路士的個案 你又怎麼看呢 如果你剛巧遇上那個 哈哈 他們經常叫小女人 遇上那個娥婆 怎麼辦 我反過來 我問你 如果你對球遇上一個教練 好像 那時候曉事帶的QPR 那樣 你就會更加鬧鬧 不是 過球會也有過球會 我想好還是不好的事情 你討論那個問題 已經不是總監的職位了 是啊 已經不是那個問題 而是你討論找適合什麼人的問題 現在你討論的是人 不是職位 但是我們現在說的是制度上 不是 只要你有一個system 那個system 是行之有效的時候 無論你換誰的制度 其實球會的動盪也沒有那麼大 你看拜仁就知道 就算他換稅 但是他的system 在這裡 他的system 就變了他的動盪 或者是球會的變化 或者是很差 不會太大 是吧 我在這裡再做多一個補充 就是 如果球迷們 你們關注的 不只是足球 你們看這個政治制度 人類政治制度的歷史 歷史演進 其實都是分權 比集中多 是 就算你說 不是啊 你要去搬個例子 說一下 中國的上權制度 這樣 皇帝權力就越來越打 沒錯 但是皇帝下面的分權 分權分得越來越厲害 如果你用這個邏輯去理解 美國人去管球 會是一樣的 一樣的 是吧 什麼時候都是老闆最大 你曼聯現在的case 是什麼呢 就是root work 肯定是最大的那個 因為他後面 就是grassers 就是賈沙家族 沒錯 如果你說 他一個人要揹著這麼多樣東西的時候 他怎麼不可能去找多一個熟悉足球的幫助他呢 不可能只是你領對一個全攬 沒錯 所以你足球總監這件事 其實最後的發展一定是一個趨勢 不過問題是他什麼時候發生的意思 因為呢 有聽眾也補充得很對 就是 足球總監 要找一個很合適的人去做 其實這件事也是很難的 另外 未必播 現在的問題是 請西教練大一點 還是西教練的後果大一點 你問我的話呢 我會覺得 兩個情況 你請了一個不好的教練 你找到一個好的總監 OK 夠不夠得到呢 有機會夠得到的 OK 就是說 如果你說請了一個不好的總監 但是請了一個好的教練 那時候怎麼辦呢 OK 都可以夠得到的 大家互相在這裏制衡 互相制衡 剛剛好 剛剛想說互相 立即有個字出來 沒錯 說得很對 正正就是damage control 是不是 是 如果你說總監是很壞 但是請了一個好的教練 其實target也有個譜 是不是 反過來你也一樣 是不是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是壞總監加壞教練 你怎麼說都沒用 當然 那你怎麼都是壞的 對不對 怎麼都是壞的 其實是 那你是不是講一下車路士的個案 就是壞總監 但是好教練呢 會不會 但是問題是 別人壞到極都好 他這個夏天 他滿足到你 OK的 今天夏天也OK的 如果講一下車路士 說回那天 你覺得 發揮如何呢 第一場是沙里的 我覺得反而是 我又不是有什麼驚喜 沒有驚喜 但是你看一下細節 是細節是不錯的 但是車路士 他怎麼用控球 去幫大家 去節省體能 是 這件事情 已經是 他和前任 一個最大的問題 而且 在我的立場上 覺得那場球 這樣的車路士 其實在整個聯賽發展 才會有好處 你大上大落 那些球是很惡劇的 當聽眾留言 如果西總監 有權參與請教練 那是不是芝芝呢 其實 又要這樣看 球會 其實 如果你請了一個不好的 總監回來 就是 方向決定錯了 當然這一部分 當然有問題 但是又退一萬步 回到之前那件事情 你請了一個不好的教練 但沒有總監 也不是壞 但是他也要揹和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總監 因為如果他找的球員 或者尤其是找的主教練 他不行 他要救自己 他也要立刻斬攬 大家不要以為 那個位置 就是不死的 免死金牌 是錯的 那個位置 第一個要追究 就是先追究他 又要聽眾又說 你要用中國歷史做例子 互相制衡 沒有效率 是不是 我又想說 沒錯 確實是有問題 沒有任何的制度是完美的 沒有完美的 但是大家只是想一個角度 Damage Control OK 就是最少的風險要保障 是不是 你說沒有效率的時候怎麼辦 反過來 人亡正式的時候 你更糟糕 難道怎麼樣 這個世界有多少費甲信 可以再廿多年 沒有 沒有 一個中國歷史 是沒有多少費甲信的 但是你說回哈德斯比爾的車路士 那個例子 我就覺得 其實他的場上細節 那裡有一件事值得留意的 就是他怎樣去用控球 去幫大家省體能 是 是 當然你說 這一套方法 他可以維持到有多遠呢 我自己覺得 其實高華錫還沒下場 高華錫下場之後 中場的維持效果是怎樣的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留意的 嗯 按道理 就應該高華錫加 簡迪加 佐真奴 應該很OK的 按道理 但是我覺得 有很多一些變數 還沒看到 譬如說 假設 即使高華錫 他是一個很好的 中場的球員 這樣說 他無論是攻守方面的 參與也不錯 但是 你現在轉了四後衛 那你怎樣可以去 做一步去 加股防守呢 防守反而是暫時未受考驗的 如果那場球來說 還有他用回 都是好像之前那些比賽 就是四後衛 4-3-3 變成佐真奴在中場 那個位置是很重要的 是啊 沒錯 還有他用了大衛蕾斯 對 大衛蕾斯是很重要的 因為沙里講得明白 大衛蕾斯 這個一定是重用的 一定是要 將前朝 剛才做的事情 不敢說完全推翻 不敢說撥亂反正 但是也算是有一點點修正 是吧 很多聽眾就說 哈利斯平很弱 是不是 另外 就繼續有一些聽眾在這裡說 不是的 其實每隊球 那個叫做權力制衡的情況 都有點不同 大家對總監這個話題 其實都非常之有興趣 是 慢慢我們再看看 官網完 我們再有空跟大家講一下 真的 所以大家一延展到講這個話題 就非常之多例子 是不是 方向錯有效率 都一樣嚴重 不過 不過有一件事 我看到就是 在車路市現在沙里用的那種方法 就跟拿玻璃有些不同的 拿玻璃呢 如果你看他的那種 可能因為 因應對手不同 因為耳甲 說得逐一點 叫做耳食一點 就不斷 有次無謀 就不斷去 不斷去 不斷去 你說的 就是 對我贊成的 就是 現在的車路市 就是用控球 穩定 失控球權 然後就慢慢跟你等機會 有一個很明瞭的變化 你看到Petro 其實進入中間 進多了 就是 進多了中間的同時 反而 後面 馬高斯阿朗素 是多了留在後面 你想一下 就是 他怎麼用控球 去幫球隊 省體能 幫球員省體能 這件事情 他是有很多方法的 就是他作為一個 傳統體系出身的教練 我覺得 另一方面 就是 你又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 老迪加 他退出去的時候 AZP 又怎麼去 進入 做回 保護呢 其實這些 也是一些 值得留意的 戰術細節 車路市整個畫面 不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你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 他用這一套打法 怎麼打一季 其實他一定要這樣 因為英超 我們之前也說過 英超的體能 需求 和 比賽的強度 和你耳甲完全不同 沒錯 耳甲真的太容易踢了 他太容易吃了 就是餅飽 就一直跟你來 但是英超如果你這樣踢了 你踢了多少 你踢了多少 你還要 杯賽也有兩個 又聯賽杯 又出總杯 還未算歐冠 歐霸 對不對 沒錯 所以其實 大家 今年是很有福氣 為什麼呢 因為各大領隊 在英超 在鬥發 因為你看得到 一些戰術的變化上面 很豐富的教練 有沙里的加入 繼續保持有哥迪奧蘭 高普 保持有高普 再可以說多一個 就是普哲天奴 普哲天奴 人是不多買的 但是他這一季熱刺 又會怎麼做調整 不是很多 是零的 零 是零 怎麼調整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 照看整個球櫃 車路士其實 在高華石再加入之後 有其他一些新的元素 大家看看他怎麼做一些改動 那車路士 阿仙奴就好像 好有趣的 那天雖然輸了 但是呢 在某程度上 好像那些阿仙奴球迷 普遍叫好的 就是覺得 有希望 這對球 好像OK 但是 我個人來說 老實講 對我來說 我覺得大鑊 這對阿仙奴很大鑊 其實都 你覺得有多大鑊 其實那個中場很大鑊 他解決不了那個中場 其實也是死同樣類似的事情 如果這樣搞不好 如果你看場面的話 他都是一貫的 第二點防守做得不好 做得很差 那個防守 我也說 艾美利 艾瑪利 或者艾瑪利 我從來都不是覺得這個領女差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阿仙奴想要針對改善的事情 你請他 就糟糕了 因為他改善不了 他不會幫你改善到 我覺得這個問題 未必是在能力那裡的 大家也不要說 因為這場輸球 這麼快就把阿仙奴看得這麼死 其實這場球最差的人 都是用人 對 你放下卡 怎麼做你都會死的 大哥 你看看 他在中場那些失球 怎麼做都會死的 下卡 一失一甩 又追不到 又慢 那些完全死得了 你都不明白 對不對? 我現在都要說一句 我自己經常在那裡少看下卡 而下卡竟然一些進步都沒有 就是證明他真的沒得救了 哈哈哈 也有球迷這麼說 就是說 如果你出他 你就什麼都不要說了 哪個領隊都是死的了 沒用的 大哥 你找過這樣的球員回來 你要覆蓋他又沒有覆蓋 你要跑動他又不是說快 防守能力又不是特別好 喂 當你拉到場 他的場傳好不好看? 一樣都OK 當你拉一定要重用 是吧? 我覺得這場比賽 首先你中場的人選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你問我 在套路上 其實他會不會有些地方做好了 首先你看到他的前場的迫搶 其實他還是做好了 好了 那些又好了 是吧? 當然你說 他的迫搶做好了之餘 是不是 反過來他其他地方做得沒那麼好呢? 你覺得怎麼樣? 肥子 對手太強了 我只能夠說 萬成起未 full team 的情況下 甚至迪布尼 那些打後備的情況下 其實他們真的 那個form太強 還有那些球員個人能力也強 但是這個防守 我真心覺得 起碼就是那兩個球 失球 其實那些防守 是真的差的 尤其是你看到第二個球 那個防守 真的頑皮到極點 是啊 沒錯 真的很差 但是很有趣 除了這一場 你看到哈卡這個球員之外 可以多留意一個人 古因道斯 古因道斯 怎麼看法國力 我覺得始終還是年輕 你看到輸第一個球 其實你想想 史達寧 站在左邊 接著在中間 拖橫 射進去 古因道斯 其實那個問題就是 他太年輕 他又抓得不緊 他跟得不緊 就被他起了腳 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 因為阿仙奴的問題就是 中場一定必須有一個很爛打 防守能力很強的人去覆蓋 現在的問題是 他是很雞肋的 是啊 你要他去做回 所謂隔離配角去做的那些 他又做不到 對不對 講到艾瑪利 都是貪他不會花大錢 夠了聽話 我覺得 那你衡量教頭請誰 不是啊 都要用 他願意花錢去解決問題 的 去釐定這個標準 我請一個教練回來 是不是 我就算我願意投資也好 都要有些情況之下 你要看得到 他不 稍為我沒有那麼多水的時候 來解決問題的能力 然後 現在 奧斯爾很有雞辣味道 喂 我這麼說 我在這個節目也經常講奧斯爾的 我自己看過的 我也經常罵奧斯爾的 但我真心覺得 奧斯爾這場 其實跟他在德國 世界盃的案子一樣 就算你罵 也不會罵到他的 也不是罵到他 也不是罵到他 也不可以罵到他 其實也不可以罵到他 也不可以罵到他 不可以罵到他 大家從來要想清楚 奧斯爾是一個什麼特質 或者一個什麼角色的球員 自然大家對他的評價 就要公穩一點 是不是 其實奧斯爾 如果你平心而論 他去年其實打得不太差 如果是奧斯爾來算 尤其是 我挺喜歡他 尤其是他那些位置 他跟拿卡錫迪 或者 米達恩 他在那些副位 那些撞場入滲 其實挺好的 是啊 沒錯 另一方面 麥希達恩 越來越像奧斯爾 可否具體一點 怎麼像呢 就是什麼 沒有鬥志 軟皮蛇 我不知道 是否這個意思 大家補充一下 這件事情 然後下去 今晚很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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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講英超第一周 是啊 但是你說是否沒得夠呢 我又是講那句 就是 你最不幸運的地方 就是阿仙奧 首先 那個Fiction 不幸運第一場 就走去對曼城 曼城 無論是打作客和主場 我相信現在整個英超 他除了對利物浦和曼聯之外 其實他都打得很像主場 應該都是 是啊 沒錯 另外 有聽錯的 補充一下 補充點 我可不可以大錢花錢 大家再留意一下 其實去到之後 你會不會試一下 中場的調配那方面 他過往就很喜歡 慣常用三個防守中場 是啊 會不會他再進一步 不用四、二、三、一 試一下就來個四、三、二、一 是啊 就是可以用回拉把上前 是吧 又可以兼顧防守和覆蓋 這樣 你就把他放在Harker兩邊 就是Harker 你正常應該是這樣 如果你要防守做得好一點 是啊 沒錯 看的有HATER 有HATER才好 有HATER是好的 對不對 從來都是有Lighter 有HATER 肥蘇你也有HATER 有 很多HATER 正正要有HATER 才證明我們有人聽 沒錯 哈哈哈哈 好 另外 阿仙奴說完 曼城 說曼城 打得好 當然 這場球 你看到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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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球員有進步 我真的覺得史東斯是進步了很多 其實不自覺地 經過上一季的洗禮之後 在國家隊和球會都做了進步 這個人是 有一個值得留意的觀察是怎樣的 就是 你看曼城的Build-up play 怎麼轉 這裡又延伸到一個題目 就是他跟比爾沙有多次 又再延伸一個題目 就是大家覺得比爾沙是怎樣的教練 後一個問題我不討論 OK 我免得離題 但是你看他的Build-up play 他怎麼做呢 他那隻是 0044叫3313 又或者是 3313 聽起來都是數字 不要大變化 你留意一下 文迪他走的位置 OK 文迪他走的位置其實是 很好的 他作為一個阻集 但他又不是一個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Inverted Ringback 收回到中間去做一個 類似拿武的角色 他又不是的 他是直接傾前的 其實是 直接傾前的 入到副位那裡 然後呢 就令到左路 就是Stirling 可以拉回去一點點 佔據那個就是邊線的位置 你再看看右路的國家 他打上來就像Ranger 拉外線 其實是 一個很好看的變化在那裡 又有聽眾就說 喂 比爾沙起 這個 列斯聯很好看 很好吃 那就有機會乖英館 是不是 在曼城 這些組合變化 其實也是很多 大家要理解的 進攻戰術的教材 怎樣在後場上 就靠球員的走動變化 去把球做上去 是不是 然後你看到 他實際上有五個人 站在不同的位置上 但是他們站得非常有層次的 你看到他有幾次的反擊 阿仙奴完全是防不了的 就是他的位置完全不會重疊 你是選擇套路多 甚至他落了深入的地方 他勾出來的球 你看到其實 比特努斯華入的球就是這樣 很難錄他 有曼城粉絲就質疑 就說不是啊 文迪手球很差 你問我的話 你去衡量他作為一個閘的價值 你不應該是用防守的 正如你選擇馬歇路防守好不好 那如果你選擇馬歇路防守 真的防守 那馬電也防守過他 但問題是 馬歇路的作用就是 他多打個中場 他上去就多打個中場 你一定會這樣理解 是不是 是啊 沒錯 因為現在的曼城 當然 在某程度上 我覺得你要他主防守的比賽 有多長一季 那他儘量參與進攻 以及組織的 是不是 是啊 沒錯 另外拿破特 拿破特也真的打得好 打得好 拿破特真的打得好 他經過哥迪奧拉 調過之後 進步了很多 當然 也是這樣 大家去看自己的球 是否一定要買到人去解決問題 這件事 哥迪奧拉還沒有進入考驗 是 因為他說想把史中斯 我們上一集提到 想把史中斯 嚇串了防守中將 防守中將 是不是 那 問題就真的放在大家面前 曼城這一季 就算他要保持原本的打法和體系 但是 他沒有一些很大的變化 我自己就很期望 我們奧拉 他可不可以 除了史中斯 手上是客串之外 可不可以 在陣式的變化上 又有些內容在他 但是今年因為 文迪 上屆 大部分時間 都是休養的 這一季 反而 復出之後 再加上 上季 半程之後 買了拿破迪 其實 後防 或者人的調動 是好 不要期望文迪 是會經常縮後 其實你去想 對球的套路 你想想進攻 是怎樣 將進攻的球員 多些放在前場上 是不是 我明白 聽眾擔心那件事情 你擔心油公轉手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問題 但是你今天 曼城對著這一隊 是阿仙套 是一隊 還未 叫做 還是重建 還是重建的 阿仙套 不用太擔心 你對其他中下游的躍旅 更加不用擔心 反擊的力量 又未必說真的這麼厲害的時候 不用擔心 之後大戰再慢慢看 你唯一的考驗 就是他在勾冠 對大戰的球隊 如果你曼城 你今年英超的中下游強 如果你對狼隊這些 我敢保證 你狼隊的防守這樣 沒有 一定會害怕 不用怕 對於曼城的球員來說 這些比賽 簡直是吃菜飲食 有些聽眾 剛才問 可不可以評價愛華頓對狼隊 我這樣看 狼隊對他的身後球 防守 的組織是很差的 但是和愛華頓兩邊都是鬥差的 大家鬥差的 愛華頓 連45度起球 全中的防守 都是爬爬烏的 你看看米高坚尼 這些真的 馬高坚尼的 老實說 真的爬爬烏而已 馬高斯華 他作為一種重視防守 教練 他也要這些時間收拾 但問題是 他現在的防線 可以用的那些人 我敢說得7成都不是他想要的 你看,那隻機卡都很離譜 頑道,拿來腳,然後自己飛下去,飛鏟 真的,飛踢 所以你問我,看現在這對愛華頓 你要執拾誰?你要執拾祖馬 然後你還要執拾誰? 執拾米南 你要給時間去看看馬古斯華的功力 怎麼看富咸手得差? 又攻得不夠爽 攻得不夠爽這件事就容易解釋得到 因為富咸手的換位是很豐富的 大家看,英冠都知道 但是你換位豐富還豐富 你的技術和對抗 但是個人能力不夠 個人能力 去到英超受到的阻力就很大 防守的話也不要與富咸很穩定 因為這對球,大家有看英冠下半程 他怎樣倒下去,再追上來 可以看到他的防守其實不是很強 另一方面 就說文迪在前場做高位壓迫 其實是會令阿仙奴的進攻 是延制了 這也是事實 艾基和狼隊都不太懂得 猜到上Final 3 你問我的話,狼隊是很依賴個人能力的球隊 愛華頓,你看到馬古斯華的執教套路 他都不是跟你打傳控的教練 不是,絕對不是 其實有些書家 例如比拉斯的足球摘技 他說馬古斯華的套路是像摩尼套的 當然他防守上面的組織和彈性 甚至是比前輩更豐富 更多 所以英超這個禮拜 還有什麼 利物浦 利物浦 第一場已經告訴大家 他今年是聯賽冠軍競爭者 會不會是 這麼快說這件事情 不是,我覺得很隱善 實際上我剛才也跟Eric說 其實你普普有一件事 就是不要理他最終成績如何 但是起碼球隊的意識形態 球員的趨勢習慣 其實習慣贏球是很重要的 習慣 那一場球你不要理會對手打成怎樣 起碼自己打對盤 還有看到基達來到的分工很明顯 其實一直打他 起碼球給石頭 一直拖球 接著拖到差不多 他就分邊 接著羅伯神 其實他進了兩個球 其中的頭兩個球 都是他的攻勢 是 出球的時間很盡 有聽眾就說 利物浦是不值一提 不是啊 肥蘇說利物浦 當然是值得一提 不是啊 不是不值一提 你看到球隊的變化 其實今年 尤其是今年考驗 就是去年 打這批人腳 其實今年的Squad 那個板凳深度多了 人腳多了 其實你要看他的變化是怎樣的 有幾件事情可以說一下 第一 當然不僅僅是拿比基達 大家看第一球入球 TAA送那球斜直線 撞開兩三個人 就去拿比基達 很好看啊 這個年輕人的進步就是在這裡 很好看啊 很好看啊 我信心只是經過上一年 那個磨練之後 哇 高普正磨了一個新的主力出來 對不對 利物浦這一季有些項點可以留意一下的地方 第一就是 好像你怎麼理解巴塞對美斯那樣 令到Sara 要回去中場 拿球的次數 和時間的縮短 是啊 不用花了這麼多 你看到下半季 其實Sara 怎樣去輔助Sara 令到他減少回後拿球 是啊 沒錯 另一方面 你TAA的成長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值得期待的 你說他4-2-4 老實說他第三球一定是越位 我當時看很多 這麼越位這麼明顯 你也看不到 但是問題就是 那一場球 如果你不要說4-0的問題 其實那一場球 應該進入普贏是沒有問題的 那一場球整個形勢 完全都是頭兩球沒有問題的吧 老實說 一球半球 我覺得那球真的越位 我自己看得到 咦?3-0可能越位 但是你看 又這麼說 利物浦是控制著這場球的 那種控制 我講的控制不是控制球證 是在場面上 是真的控制著對方 韋詩咸 有時間搞的 有時間來 那是中路防守 防守不行 防守太差 尤其是你看到陰陽位 中場和後防的空隙 可以拉到一個籃球場這麼大的 而且以潘力堅來的執教 我覺得如果以他執教 其實防線是不合格的 不行 其實就算你看到 我們有個徐仔幫主場 有個魏詩咸粉絲 上來我們的節目 說他自己對韋詩咸很樂觀的 但是我和其他拍檔都說 其實你韋詩咸先不要說 球員人腳 你就這樣拿這場比賽 做到對照 就是你打個4-1-4-1 用盧寶打個防守中場 就是出眼事的 盧寶就算你多喜歡他 吹到他有多厲害 盧寶始終都是盧寶 而且你踢個4-1-4-1 你真是會死嗎 是不是 你給點時間吧 韋詩咸 但你問我的話 就算給他時間 他的中後場先收拾一下 先收拾一下 前場你沒有後防的 有防守 然後由手轉弓 你什麼都不用說 有Joe Tan 又說 三叉擊來說 文尼最fit 另外他們兩個 還不是最fit 肺炎得很麻煩 不要鬼磋就立刻這麼fit 沒錯 我也贊同 如果你慢慢上力 你又拿到三分 是吧 爬一下爬一下 又能追上去的時候 那就更好 是不是 這麼早這麼fit 也沒有用的 是不是 真的 有聽眾就問 熱刺是不是在走阿仙奴舊路 我又不覺得 我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我又覺得 不同的 阿仙奴用的那些年輕人 不是英國人 熱刺是 是的 所以熱刺在這方面 拿到的好處 是阿仙奴沒有的 等到魂家醒悟的時候 想用一批 已經太遲了 本土的球員的時候 又發現 一來是遲 二來那群球員真的是垃圾 還有說真的 不是 應該是說文馬一點 符不利益 阿仆 你想想你阿仙奴 那群所謂的英人 除了張伯倫 真的像樣之外 其他的那些 算了 似樣的那些就走了 似樣的那些就是走了 張伯倫像樣 韋書雅也曾經像樣 但是被你用到不像人形 是不是 別除了這兩個 其他的那些真的一般 嘩 阿仙奴這句真是撩膠喊 嘩 真是把我 以我刺同隊 合作 這些 撩膠喊 今晚擺論明 很多人走進來撩膠喊 這樣就別這麼說 那阿仙奴是差了 不是差到垃圾 我又不是這樣 我覺得 有時候一隊球隊 五六位和頭四位 你是差點東西的 你未必差很遠 但是那些要素是很重要的 就是欠缺 那一下 譬如說 你現在阿仙奴太久了 因為他病入高坊 因為那時候 我幾年前在罵的 魂家 在罵的阿仙奴的時候 那些人那時候還在反映我 說 怎麼搞的 你這麼看死阿仙奴 那些節目還在罵我 但是後期到今天 已經引證了 是不是 魂家走 還要走得這麼沒有看面 是不是 其實應該早就要自己 拜拜 其實你說回二次個個案 你要看到 Pogetino 他有什麼大變化 你至少也要看他現在的脊骨 是不是 不是 現在的脊骨沒有走過 現在的問題 一來有沒有走 二來有沒有老的跡象 是不是 暫時又沒有這個跡象 我又覺得 暫時也是OK的 他的直骨 不覺不覺二次有沒有心欠冠軍 我覺得有時候你欠不欠冠軍 都要看他對球本身的 strategy 是不是 二次那些是欠到就固然好 欠不到呢 繼續前四 保持這個位置也沒有問題 還有打好冠 繼續打好冠 是啊 這個是重要的 我從來 記得我說 我說李日浦 其實我最期望高普 帶領李日浦 就是 拿不到冠軍不要緊 習慣要前四年年打好冠 是啊 那些球員 無論是球員 球會 球迷 大家都要習慣這件事 其實最重要就是這件事 其實當日曼聯 加尼維尼 史古斯 他們都說過這番話 我起碼 就算拿不到我 習慣要爭 標 爭 爭冠軍 每一屆都起碼頭四 有這個準備 一定很重要 因為 熱刺他的絕對實力 未必說是去到最強 但是其實 論那個爭冠的客觀環境來講 是 他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 那麼 有些聽眾就說 魂家花大錢 就買自己班底 那麼 續完主力之後才走 接手那個大禍 留下那些四筆像給下手 那麼 現在正在慢慢調整 對不對 那麼 所以 我看見樓下 真的開始在開拖 OK 哈哈哈哈 不要緊 但是 熱刺本身的班底 也不是差到 需要 大手買很多東西 而且 你還要看看他的球會經營策略 我經常說 他的球會經營策略 就是剛才Evic所說 首先他不會花大錢買人 但是他培養了一批 英人 是OK 而且 現在已經是那堆主力 你看不到 他的球的踢法 短期內 有大變化 有大變化 沒錯 短期內會有什麼大變化 第一 其實他是拿 他一方面 他是有身高的優勢 是 你看到熱刺他的 身高 體型 身高體型 對抗性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他 上季的一個很微妙的地方 就是他 從季中開始 他多用了一些所謂的控球 去幫助球隊去減散那個 就是體能消耗 體能消耗 你看到這個套路 其實就跟你英格蘭的變化一樣 很像的 其實根本你看收夫機 正在用大部分 而切斑底 再加幾個利日普的 當然你說可能他中間有些關鍵位 譬如牽達神 這些擺明是藥化版 是不是 我不是想在這裡 踩一下天下神法 是不是 但是真的是事實 你拿熱刺跟他比 對不對 尤其是你最後一傳 在進攻中場那裡 有艾力神 是不是 那你對回魂 那你連加特那些 不是這些人 連加特最多是什麼呢 就是你當他是孫英明這樣 是不是 但是是藥化版 全方位 這整隊英格蘭 其實 是不是 所以 但是這種打法在英超 你很容易適應到環境 第一 你可以突然間加快到節奏 因為你的球員高 你可以直接是 用一些長拳打上去 然後被後面的遞點掩蓋也可以 你中場 你多一兩個相對地 控球能力較為強的球員 去做一些控場的功夫 是不是 也可以 其實你的變化相對地 也算是豐富的 甚至他在一些危難的情況下 他打一些爛小拆球 爛小拆球 斬過去 不斷揮 也OK 對不對 再加上他有英格蘭人的優勢 球證的優勢 多一說 免得罵架 免得罵架 已經在罵 不是 這個是重要的 當日 废阿信 只是用了這一招 沒錯 對不對 這些觀點 我們以前的節目 經常講過 對 講過 但是這個 講法是我認同的 就是今年的中堅 是有人有 因為艾達維烈特 其實真的在跌 跌著 還有有傷 近年連傷也挺重要 但是你看看山齊士 打了餘餓 不過山齊士 真的有點失魂 這也是事實 如果熱刺當初 你去撕上米拿 就不一樣 其實米拿 我覺得很適合熱刺 有上腳 有身形 對不對 還要跟山齊士 有些互補 沒錯 對不對 其實熱刺最需要他 但是偏偏 如果站在熱刺的角度 最好是怎樣 貴價賣給艾達維烈特 貴價買艾達維特 接著是三千萬 就騎了米拿 是啊 沒錯 其實這個是最經濟的 有神衛 我放給你 阿德維烈特 隨時六千 是不是 接著一貫價錢 就是米拿 又年輕 又當打 而且米拿也有些提搶 如果這樣搞的話 羅里斯就不用經常輸了 有高波嘛 對不對 另外 如果黃馬尉 摩力走 那艾力臣 是不是最好的看保 很難一點 不是那個卡士 不是那個卡士 艾力臣是差的 但是他還沒有去到這個地方 而且位置也有些不同 是 艾力臣是比較前一點的 摩特利 其實摩特利 以前是比較前一點的 但是他又是打黃馬之後 我覺得他 deep lying了很多 是啊 沒錯 所以不同的 又不可以這麼說 是的 那麼英超 我們還有沒有遺漏呢 說了這麼多對 我想都夠了 都夠了 都夠了 有聽眾呢 你辦手來Message 我Facebook page 說我們應該多說一些義甲 太多時間說英超 不是 那義甲還沒有開籃 我們先多說英超 他想我們做義甲的轉會槍 也做一點點總結 尤其是說一下國米的案子 國米現在挺穩定的 人腳穩定 連史巴利提也做了藥 對不對 其實看到國米就很明確的了 對不對 國米就 雖然就簽了基特巴迪 你說這個球員 剛剛他還沒去國米前 我就在香港跟他見面 看到他 拍照簽名 嗯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個球員 他就問我拿了一張照 就是我找了他簽名的照 是他穿國家隊的 然後就很大的 很漂亮的 然後他就說 喂 那你送 你得一張就 我說得一張就 我說不要緊 我全都給你了 他說你寄個球給我 話說就想著寄個波納哥給他 現在不是了 現在要寄個國米給他 哦 其實這個球員 在拉數的時間打相當好的 那時候已經是 是啊 基特巴迪也有類型 是不是國米 對的 對的 國米之前 如果你上一季有看的 就知道這對球 永遠最靠 只有三個球員 給你疼 伊卡迪和簡達華 兩邊不斷斬斬斬斬斬 然後就去去去 然後沉底就傳回一個球出中間 但是現在國米呢 就買了幾個新球員之後 其實那個套路就加強的 這件事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在前場 但是你覺得拉芬娜回巴塞 對國米來說是否很可惜 但是如果他用不著的話 那你拉芬娜過去也沒用 我覺得 士巴尼提是否需要這個球員呢? 我也有兩體 國米論陣容排面和深度 都是比起再早一點之前一季好很多 很多的 如果論國米他今年有沒有一個增標的實力 我就覺得 都真的 先不要說說增標 至少確保前世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增標就真的有點難了 反而你今年意甲的形勢 你要想一下就是 拉芬娜他現在的季前的表現 其實有 會進入了 安薩諾提升上場 但是就沒有看得到 拉芬娜他整個進攻的套路 有一些很成型的想法 國米和羅馬應該是出得比較 前四 應該的機會會比較大 最後第四席 我想都是那幾隊去 A.C.米蘭 拉蘇 拉蘇 因為我覺得 其實拉蘇去年是差一點點而已 這樣就不差得遠的 但是A.C.的變數太大了 我也很難捉摸 始終現在真的考加渡數牌了 就是我覺得今年才是真正考牌 還有今年是簽了很多人 但問題的磨合是怎麼樣呢? 現在還是未知數 嗯 反而 還有拿波里我也是覺得50-50 因為現在A.C.是教他 你叫他教皇馬 教拜仁那些 始終的Squad那麼強 始終的筆筋那麼強 那他的問題就應該不大 但是你要他去到這些中前列 但是要重組的情況 或者一個form 這個就是考驗 真心我覺得A.C.是真的 如果我經常都對他 在聖人門那幾 那兩年我覺得是完全不算好的 因為很靠個人能力 你聖人門那些 怎樣都會贏的 但是那個form呢 我就真的要看一看了 那波里打成怎樣 巴卡約高其實在A.C.做的事情 肯定會比較簡單 因為其實他這一類的中場 是 好像艾瑪利那些會很喜歡用的 但是你不要要求他 這麼複雜的事情 不要要求他太多入禁區頂 是啊 就是他可能 好像也說他一個挺雞勒的球員 但是當然其實他都可以有條件 你用得很好的 那個情況就是 譬如你搭一個好像法彬奴那些 的中場 速率不是說快 但是他是 因為 相對地 巴卡約高是 防守性的再強一點 可以鞏固中場的防守 但是不要去想進攻上面 不過我猜加渡數要得他 就是加強中場防守 再加上基斯 就會中場的硬正程度 還有速率就會好一點 應該理應的 還有基斯 我想現在加渡數 將他擺放的位置比較適合 之前是不對的 很奇怪的 現在應該會比較適合 所以變成AC 其實也要解決那個問題 首先是中場的防守 和手轉攻的前場問題 是啊 沒錯 有聽眾問 你怎麼看安察樂提 你覺得是否回堂呢? 又是那句 有些耳甲的領隊 加了太久 他的能力 還有他沒有什麼考驗 因為你教皇馬 你有什麼考驗呢? 當然我甚至說 當日不是完全沒有功勞的 因為皇馬那些人的配置 就是他最想要的配置 波特力 卓奧斯 華爾斯高 那類型的球員配置 是他最想要的 所以就是對教 對不對? 其實為什麼現在還可以跑到江湖的原因 因為其實他整合進攻 是有一手的 尤其是 他有一種意大利教練的傳統特性 就是給一些現成的進攻球員 可以很快就著每個人的特場 去配合一套組合出來的 是啊 你說他是不是完全沒有組合 他不是 不是 進攻球員怎麼利用個人能力 那一段時間他做得很好 不是,我真心說 他對拜仁 其實也不是完全差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也是搞不定 怎麼去權衡 譬如舉個例子 就是用湯馬斯·梅娜這些球員的時候 他用不了 用不著 又或者這麼說 他上去想是哥德高纜 是啊 哪有得比 哈哈哈 很難誇獄的 你突然間跌了下去 就是你覺得他只能夠用一些老將 又是聶貝利諾賓那些踢法 就是當你要用到湯馬斯 因為哥德高纜的地方就是 除非他真的覺得不適合 完全不適合 他真的完全沒有機會用 如果不是他覺得劉德的 他一定會想到一些配置 或者一些分析 是可以告訴你 他是怎麼使用的 不過 湯馬斯·梅娜這一類的球員 其實有挺難 我覺得不要說 挺難用的 挺難用的 你不要說哥德高纜的這個例子 他的說明書不是個體一名的 你不要說哥德高纜的這個例子 隨時我承認 其實很多意大利教徒都不太會用這些球員 也是的 挺難用的 可能沙利會比較好 哈哈 可能沙利會比較好 所以我想衣甲暫時的想法 我想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各隊還是在爭奪兵 柏爾瑪、新潮、加拉斯他們 至於德甲超級杯 拜仁狂風掃落葉地 5比0 幫高華先拿了一個頭彩 因為記得上屆的德國杯 最終就是因為 尼爾高華帶領法蘭克福 然後搞定了拜仁 然後拿了冠軍 但是這場球 當然 我只能夠說 如果在進攻上 或者在整個套路上 暫時來到高華 我覺得還是在吃老本 吃老本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 這個也是拜仁自己搞出來 今天 為什麼還是圓冥爾 可以把聶貝利和諾賓打正選 當然 你說這樣打一場球 兩場球是OK的 但問題就是 你整個場球季 究竟怎麼樣呢 拜仁的流放是怎樣呢 這個也是很考驗的 因為 今年他的人腳 你說他變 他變不了多少 極其量收回生提示 高文又叫做好 但是問題就是 又是利洋棟夫斯基 又是Thomas梅蘭 又是 Robery 其實 可以怎樣 現在甚至有說 最近有傳聞說 泰亞高可能會離開 現在當然就說他跟回 當年在U21的恩師 路比迪古去皇馬 如果你拜仁沒有這幾個球員 還是在打這個套路 還是在打這個球 你打到季尾 也是重蹈覆轍的 如果這樣做法 呃 拜仁的point 我覺得是 先不講打法 因為 我不敢拿這場比賽做sample 但是 他作為一間大球會 面對換血的壓力是很大的 很大的 沒有理由 你還是 因為你貝利和諾濱 是要打正船的 我用回 衡量教練的那個 那把尺 那把尺就是三樣東西 換血 場面 戰績 不如先問一個問題 你要求高華來帶你這對拜仁 你拿這三把尺 他最多是做兩樣的 我們說每一個教堂每季都是這樣的 最多是做兩樣東西 你期待他做哪兩樣東西 如果你戰績 換血和場面 場面OK的 也有此可 OK 暫時不是太大的問題 是啊 場面一定OK 只剩下的就是戰績和換血 你覺得哪一樣東西會比較容易做 那當然是戰績會比較好 因為換血更難 問題是 戰績的要求是多少呢 戰績的要求呢 如果以拜仁來說 完賽冠軍是必須的 一定的 等於巴黎四日門的領隊 現在的杜曹一樣 冠軍就必須的 但問題就是歐冠 如果從來都是 拜仁的領隊 現在的要求都是歐冠 歐冠你可以衝多多少呢 那大問題就是來了 究竟不要哥迪奧娜 甚至換了安澤拉提之後 究竟歐冠可以衝多遠呢 極其力最厲害的哥迪奧娜 也是四強的 三年也是 所以其實戰績的期望上 我想底線應該是 德甲要保持冠軍 是啊 歐冠我想起碼是八強 最少是 八強 是啊 而且十六強都勉強收貨 不是 一來 因為尼古高華 始終是新的領隊 相對來說 而且起期望直到 我想八人球迷 都會有一點調教的 他不是希力基斯 他不是 安策樂提 所以 在這個調教上 我相信八強 起碼 但換血這劑是很大的 這劑我相信 如果以尼古高華 搵食的 那個履歷 和這麼多年 他現在一百人的狀況 因為他自己踢過 兩兄弟 我相信 要動一些圓冥而弱 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 會不會有一個假設 就是 你換血那裡有困難的時候 你就會 你唯有保持戰績和場面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找一個較為Low Profile的教頭上來 就是找他動手 不是找他動手 是找他攬炒 哦 攬炒就是 就像莫宜斯那時候 哦 明白嗎 我明白你說什麼 是的 陰謀良就是這麼想 陰謀良就是找他和傑斯攬炒 是啊 沒錯 不知道是傑斯 傑斯根本也不是攬炒 傑斯他明明是皇太子 那時候是皇柱 他想著自己坐 他跟哪些人解僱 當然不是跟傑斯解僱 你記得是跟誰解僱 跟你為敵 李奧輝的攬 那些就一定是 那些攬炒 對嘛 對嗎 對 那如果你出來的局面 不是說這麼好的時候 就大家一起走 真的掃地出門 那我相信 拜仁的三巨頭 都有想過這個問題 首先 你要找一個很高聲望 或者很有履歷的教練 現在第一不容易 第二 不是沒試過 找國安策題回來 喂 漢尼斯也說 最大的問題 德文也不懂得說 溝通也溝通不了 那你們在那裡 就是 就是告訴你 根本融入不了 你融入不了家中 大哥 你就跟那些 袁銘義老 湯馬士梅娜 整群李奧輝斯基 全部就是攬炒 就是完全溝通 溝通不了 溝通不了的時候 這樣呢 他們反你 那你就沒得坐 就是不簡單 沒錯 所以其實 嗯 當然 拜仁在德格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看另外的幾隊吧 多蒙達 小黑04 是啊 相對地的環境是較為穩定一些 穩定一些 小黑04 有一天跟泰迪斯高一起做了藥 不是 小黑沒有的 小黑也很明白現在自己的位置 他打到歐冠 就是bonus 他打不到 除非他去降班 或者太差了 而且問題就是 小黑自己的管理上有問題 整天都是搞續約搞不定 要不然你早些續約 續不到就早些賣 有什麼理由零免費轉會 老實講 如果你問我 小黑04 那個總監 或者那個經理 喂 大哥 麥斯美雅和哥羅斯卡 是零免費轉會走的 我覺得要負責自己 引夠辭職 直接要 那你多蒙達 和小黑04經理這樣看法的話 我想 似乎這一季 未必可以對白人有這麼大的衝擊 衝不了 應該也衝不了 還有多蒙達 現在 甚至他的球迷都在罵 這兩季 喂 你華斯基要看一門 要做錢的 大哥 你經常是賣錢的 你經常都是看錢的 那你都不是想著增標的 但是當然我也要說一番話 就是說 你多蒙達的策略 也未必是錯的 喂 我單給你1500萬 買回來 加一年15000 那些董事公會怎麼說 賣了 大哥 十倍 喂 突然間有個傻子來賣 當然賣了 這個投資有什麼好得了 十倍 沒錯 15000買15000 你有多少球會出得起這樣的錢 其實你又不能夠怪他 還有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雖然那一把口說而已 那些人獨大對德甲也沒有好處 但是 你又怎麼可以讓他獨大不了呢? 其他球會的財力跟他差太遠了 對 如果大家想看看 對於50加1的看法 可以看看Nic的那篇文 對 Nic的那篇文 不過我想 短期內不會有什麼大的波折 喂 大哥 人家RB來給他吃 那個 財團 丟那麼多錢 搞得那麼好 你們又吵他 又反他 我覺得這件事有幾匪夷所思 最大的問題是 你拜仁 自己也支持 廢除50加1 是的 他是有很多的 渣娜告訴你 我在德格 我要繼續維持這個壟斷 有很多的方法 是的 對不對 沒錯 所以其實你說 你要結束 拜仁壟斷的局面 廢除50加1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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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用的 就算你廢除50加1 也沒有用的 你想一下他的背部 他的控股 或者他自己的生意 他這30年的生意 根本是好得不得了 還有他的財政基石 是穩得不得了 然後後面 只是Adidas 這個臂股也彈死你了 對不對 所以你根本 你不能跟他玩 如果德格的球會 跟他比 當然你和馬巴塞那些 就不一樣 另外計算 巴牌四是不一樣 他當然不會跟你瘋 但是如果德格的球會 完全是跟他 跟他 跟牛比 完全是 沒有得比的 所以德格 暫時來看這個形勢 我們也觀望一下 究竟今年打出來 希望RB 萊比錫 利華 那些打好一點 不是 不是 拜人拿還拿 不要拋離那麼多 不要那麼快拿 我就希望他這樣 就像去年那樣 發了一副 搞搞他 拿一個特國球 拿一個銳器 而已 至於西班牙超一杯 也打了 巴塞 成功地拿了 但是這場球 也可能 會不會令不少巴塞球 有些跌眼鏡呢 其實巴塞的控制力 應該是大家自然會想到的事實 都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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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應該會自然想到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 就算我給你保聯奴 巴塞的控制力還是會跌的 跌 一定是跌的 我節目裡面也提過了 譬如蘇瓦雷斯的傷害問題 跟著另一方面 你這一套體系 其實是要用保聯奴的覆蓋去維持 但是 不可能長此以往 都能保持這套組織 再加上中場 你 因為斯辣走了 沙維 前幾年已經走了 你的中場真的沒有一些人選 我相信現在在陣中 或者暫時看 都只有拉傑迪可以是 叫做頂咬雞頭 起碼控制力 但是我今場看到 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其實 美斯是 經常是 翻後拿球 是做這個 這樣的工作 你看到他不斷 傳球給隊友 自己不斷拿出來射 因為 其實當然 他移到離門 離禁區這麼遠的時候 他唯有是交球 我看到他做很多這些工作 是啊 我相信懷迪應該是考慮到這個問題 以及 也跟美斯是談過這個問題的 嗯 如果不是你想想 中場 如果你再這樣下去 其實中場是未必夠力的 未必夠以往的傳送能力 或者威脅性 大家衡量一個體系 健不健康的時候 不是要長期用一個球員的 overload 來作為代價的 沒錯 而是 大家各自都有一段 的發揮 才是為之健康的 你要這樣 令到保連奴 overload 其實已經不健康了 所以去年 不是 譬如今年 接下來我覺得 預計 古天奴 丹比利 甚至是馬琴 其實這幾個球員 那個作用 你應該要多揹很多東西 但是丹比利和馬琴的角色 又重疊得這麼多 重疊了 當然我意思是輪迴的情況 其實那天 起碼贏二比一的球球 看好丹比利是發奮 起碼說 我要來欠正選 我死也不走 至少看到他的鬥志在那裡 作為一個年輕人 一個球員 你揹著一億五千萬的身價 去到巴塞 那你還要有一個競爭的對手 還要有一個競爭的對手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大家 我贊成Erik所說 現在大家看巴塞 應該要有一個新的角度去看 還有要給點時間去看 看看現在如何來懷敵 都要時間去磨 不過是有點困境 也困境 巴塞的困境是在於 你要保持美思 是啊 但是你同時間其他位置都在下跌 你是想沿著這個思路 繼續去換不同的人 上去 大家繼續拱著美思 的話 還有多少的辦法呢? 可以是 挺難的 而且我爭取的地方 就是今年他去買圍道 我也是一個大問號 我真的覺得這個大問號 但是他也是位換位的 是位換位 但是問題就是 究竟圍道可以在 即他又不是一個保連盧 雖然有某程度上是相似的 但是他 我又覺得他又不是一個 純粹一個保連盧 你只能夠說類似的球員 但是 在公共上 我覺得他和保連盧 進攻是OK的 但是防守上 或者中場的串連 那裡 覆蓋上 當然他可以做多些 但是問題就是 來了 其實圍道都31 你說你27、28 那時候的圍道 我還是OK的 但是現在 年紀相對比較大 我覺得 上年也沒有人看好 有聽眾說 但是你問我的話 巴塞至少他還找到 一套在聯賽打的 不是,聯賽他沒有問題 我也覺得 如果你問很簡單 但是又是那個問題 就是歐冠的問題 對了 其實這件事情 你和巴塞 我在聯賽 不覺得他有什麼大的問題 其實 但是你現在沒有了保連盧 這個點 你也不期待 圍道是可以長長的踢法 是啊 那麼巴塞怎麼長次以往下去呢? 我覺得這個 老實說 如果你話說 其實保連盧 你以為不知道要賠償嗎? 老實說 打了一年 第一,拿了西甲冠軍 第二,西日盃也都踢了 喂 你現在巴塞不是那麼容易打的 那恆大向我招手 又加了薪金給我 我老虎也不走 大家走吧 沒錯 大哥,他在西甲踢了一場 等於你在中超踢了三場 是吧 是真的 你不要說我看中超 你看看覆蓋 還有你看看那個 揮灑之餘的程度 當然是在中超踢三場 當一場 小鬼頭 飛回來就馬上踢了 有些巴塞粉絲 可能會期待 譬如他有些年輕人 他之後的發展 即是Alpha Alpha 畢竟都是買回來的 例如像佩智 這一類角色 但是你問我呢 嘉道素的訪問 他的評論是挺好的 他覺得佩智的路數 不是太像小白 是 也是比較像沙維 但是巴塞 如果他還要複製以前頂峰時期的踢法 還要按照沙維和小白的路數去找人 就算你怎麼找 很難找到第二個沙維和小白 我覺得沙維和印尼斯達 也是幾十年才出一個球員來的 可能是十幾十年才出一個球員來的 嘉道素 他自己去 commenting 才問人家巴塞那場的現身賬 他覺得 配置這一類的 清分是令人妒忌的 但是另一方面 他們是有特色的球員 但是不可以 一味是按照以前的那一套模特兒去複製 我覺得 巴塞現在又是另一個兩難 還有我自己覺得 如果大家看 我覺得你們留意一下 今年 尤其是巴塞的左路的發揮 我擔心 今年出事的地方就是在佐迪艾巴那裡 其實今年 你看到 其實那一刻已經很危險 當然 他也是那一句 你當他是一個馬歇路去複製的時候 他經常上 經常殺入禁區 經常疊 但是問題就是 他上去你先補不得先 現在問題就是 其實大家都會針著來踢 針著你那個位 但是畢竟碧基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情 越打越武 但是他這種買法 我覺得 人選可以再針著 但是他的標準或者尺度 是比以前更好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巴塞過往 他可能就是想追求一些 好像華拉提那一隊中場 是啊 就是一尾去和你打全控 想複製多一個沙圍 但是 現在不是 始終可能 你追求的是一些 衝擊比較強一點的中場 我覺得 如果你作為巴迷 如果這個人不是圍到 是拉比奧特 是拉比奧特 又是那一句 這件事差很遠的 大家都說拉比奧特好 是不是 一天是華拉提 不是 如果你問我是拉比奧特 還是華拉提 我毫不猶疑拉比奧特 拉比奧特 毫不猶疑拉比奧特 毫不猶疑拉比奧特 你不要再強調 一定要找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沙圍 我告訴你 你要找這些人 只能讓你自己清分地去找 而且十年不會出到一個 沒錯 真的 如果你是 撇除了這個想法 你撇除了這個想法 你的思考的空間會闊很多 真的 華為迪 現在你也看到他上任之後 他也明白到這一點 你要複製怎麼複製 不是每次都有這些人 今年真的是考牌 今年是最考牌 去年也不是最考牌 但是蘇牙雷斯又跌了一年 是啊 然後你又沒有一個 就像保連奧那樣的球員 然後美斯又大了一歲 是不是 今年真的是考牌 今年真的 當然 有網友剛才說 你去年也不看好他 最終就是拿冠軍 但是 有一件事情是真的 你看到 歐冠就清楚什麼事情 是不是 去年也釋放王馬很低 你衡量好那隊球 我不是看他聯賽的基本盤做得很不好 不是 而且問題是去年 黃馬的開局很差 那麼 初套差 後期他也是補了前四個就算了 他接著就著力打勾勾 所以我就說 聽眾網友什麼都好 你們衡量一對球 你是衡量一對強隊 我說強隊 標準不是看聯賽的 聯賽沒有參考作用 你看巴西四個門 是拜人 只要招勾勾勾 我們經常說什麼 體系 下限就是看體系 上限就是個人能力 是不是 一隊強隊或者強的教練應有作為 應該是這樣 是不是 包括底盤OK 去年華為迪執了 是不是 最後上限去到 都叫做聰明了PSG 我覺得還叫做交到貨 那你今年 就真的考牌咯 考牌咯 考牌咯 去年歐聯沒有古天奴 提一提 其實 阿東哥 有古天奴 是credit 還是discredit 呢 到現在這隊巴賽 我覺得這也是再想了一個問題 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買太多人回來 都未必有好事 沒錯 有時候有些領隊是 不知道怎麼安置 不知道怎麼擺 不知道怎麼擺 不知道怎麼用的 變化多一點也好 像小陽所說 對不對 但是 還是那一句 聯賽未必最看到最真實的 沒錯 出去看歐聯 看歐冠 歐冠 是最實的 正如我去Evaluate 萬成 你拿英超有什麼很衡量 不用了 當然是看歐聯去到哪裡 對不對 沒有的 你拜仁球 當天去看哥迪奧南 不會拿聯賽行量的 你一定是拿歐冠 對不對 因為請他回來 喂 拜仁管理層 請他回來 其實是好看歐冠 對不對 講到最後 都是歐聯健真章 對很多球隊來說 對吧 所以去年有些球 16球輸了給西維爾 對吧 你興不興 你當然是興奮 對吧 很多都是這樣的 巴賽四高層 至少買一兩個不會用的球員 唉 講這些駐會操作的事情 駐會操作 高層一大筆 最大的問題不是這個 最大的問題是你高身續有蘇牙蕾斯 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其實巴賽 你那個薪酬空間 你不是那麼貴人 那就是俗蘇牙蕾斯 你騰空出來買多一些 兩個實用一點 已經不是這樣一回事 還有最慘就是 你覺得 這一季或者這一年 其實正在清理 正在找數 就是之前買錯的人 無緣無故就去買的人 全部正在清理 就是正在清理 聯賽、杯賽、兩套踢花 英超都不是說拿就拿 對 我認同 曼城就是做了一套 低耗拿分的體系 還有他真的很經濟 低耗拿分 真的很容易 老實說 如果去年 英超來說 曼城那套形狀 已經很早就拋來了 我們說低耗 不是說球員可以跑少一點 只是說球員的消耗 平均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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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踢阿哥 教他足球 都不會 不用跑 沒錯 所以 有一陣子 回到討論 所謂體系 健康的問題 就是 比如 剛才我舉例說 沙里 對不對 你如何令球員的消耗 傾向平均得利 又可以用控球 去為一部分的進攻主力 去節省一些體能 其實大家要衡量 那隊強隊 拿不拿到冠軍 有些人才會看這些 是嗎 所以 就 阿巴默域想衛免英超 但也很難找到教頭做到 那 看看沙里之後如何 另外 上天賣寶蓮 很多人說巴塞高層賣歲月 也不是啊 後來很多巴塞迷都認同了 是買得正確的 至少我們兩個不是 不是 一定不是 至少不是我們兩個出來說 擺寶蓮 不是 很多巴塞迷後期都贊同這件事的 不是說後期 是啊 很早期 很早期已經說 然後後期 不是 後來 國民社會寶蓮說 走他們都很捨不得 很多人都 不是 因為 你也有一堆巴塞迷 就是覺得你寶蓮 不是看開那類路數的中行球 又是那句 你也是殘暖 眷暖著那些東西 不能眷暖的 不是一來 二來人家最壞的中超來到 壞 不是啊 那你看回 不要說我經常幫中超說話 我經常說一個球員可以的 就不管他打什麼聯賽都可以的 你位數是不是可以回東門特 現在你莫迪斯提也很多人搶的 不,莫迪斯提其實本身是 第一 老實說 我們和尼克 甚至德甲的同事都有談 其實 莫迪斯提賣去權建 其實就是科龍降班最大原因 真的 不是開玩笑 你看他之前那季 自己進到球 衝散到後面的第二球 有多少次 沒有去前面 死了 整個科龍死了 是啊 其實現在莫迪斯提賣去德甲 還是OK的 OK 因為被權建吊高了一份人工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人工 是啊 德甲很難接手的 最新消息就是 尼克斯開了offer給他 那就看看將來變成怎麼樣 莫迪斯提是OK的 至於說一下中超 中超剛剛打完這一回合 就是我們在做節目的時候 打了一回合 就是完結了 其實恆大就贏了一場 5比0大炒對手 我就沒有時間看 我會看之後的playback 但是問題有一件事情 要研究 大家也不能夠不面對這件事情 其實今年 我只能夠說 之前我跟大家提過 和Nick和Eric都提過 今年其實最大機會 有機會衝的有兩對球 其實就是北京國安和山東老南 你是不是有一篇文 想說一下國安發生什麼事 我會寫一下國安發生什麼事 大家留意一下哪個平台 拭目以待 到時候會通知大家 沒錯 其實大家預計 不是我講 他自己也講 沒有 我欠冠軍 我第一場 拿冠軍 沒有想過欠冠軍 然之上早 但是 其實有時候 球隊的事情就是這樣 打一下 打一下 信心 整個球隊的體系 真的回來了 就回來了 其實這件事情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國安 那些表現 其實現在他對很多弱隊 差小球隊 他是必殺你的 不是說 完全沒有負輪 不需要負輪 必殺 禁著你們打 現在關鍵就是 接下來幾場 他對強隊的表現 其實他們 今年打得相當好 其實他們 中學中學杯 進了四強 對著廣州庫力 很大機會 進了決賽 我個人認為 因為廣州庫力 今年 防守 成績 你打一兩回合 你都很難過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今年 賓國安 那個 的 心態 因為他轉了中學集團之後 整個管理 是變得很變天 以往 如果你 比較熟中國足球 或者 你會覺得 賓國安 其實很官僚 因為他始終 是阿爺 撐腰 以前是中信集團 以及以前是阿爺 背景比較中資 加上中資之餘 是比較官僚制度 變成很多事情 就不夠更新 就是 追不上恆大 追不上 好像上港那些 但是 今年的管理 變得很重要 換了一個 戰術上 想法 豐富的教育 很豐富 兼且 他這種豐富的想法 可以帶回到清分那邊 沒錯 他善用到他現在的特場 他買幾個外援 第一 不貴 合理價錢 第二 用得相當好 尤其是 如果大家賺保年圖的話 我告訴大家 其實 連拿到澳股市場 打得相當好 加上 巴金堡 以及 偉拿 另外一個西班牙籍的 中前場球員 再加上他本身的華將 我也說了 其實本身的于大埔 以及張希哲 那些真的不是那麼差的 所以 其實他善用到他們的球員 以及他的進攻 他後防守不了的 不要緊 就跟你鬥攻 他預了跟你鬥攻 所以現在 你看看看看 今年他真的有機會 爭中超 因為其實 你看回頭 香港和恆大 都是有點閃失的 其實 所以今年 如果到尾尾 中斷廣州、恆大 八年冠的 可能就是賓國安 我自己 當然 如果你問我 我個人情感上 當然是恆大 我當然喜歡恆大 或者很想捧 很想是恆大 拿冠軍 但是現在看這個形勢 看這個勢頭 是有點不對勁的 就是有點不對勁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一件事情 是打到 現在賓國安的氣很順 他是第一週輸過之後 然後他完全沒有輸過 他連勝了幾場 然後現在 一直是很順 對方走順 沒錯 一方面 國安的勢 一直在上 另一方面 我們又討論一下 富力 怎麼樣 富力 其實有一件事情 去平心而論 說一下這隊球隊 近年他有做得好 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他要很多 他要成全 南派足球 他們叫穴 穴 就是廣州 廣東足球 就可以找很多廣州仔 或者叫廣東球員 其實這件事 我是覺得OK的 而小谷打出來的風格 也是可人的 甚至有些朋友 我本來是恆大球 但是我也欣賞富力 踢出來的足球 但是問題來了 你打一個進攻足球 打得好 或者叫做OK的時候 但是防守 小谷這件事 還是解決不了 他解決不了防守問題 有時候你要 由輸變和 和變贏 你是需要一個防守的 但是小谷的調球 一邊前場就很厲害 或者前場的進攻很秀勵 但是問題就是 打到近期 氣勢都弱了 就是現在的問題是 前場也搞不定 就是現在 好像今晚 剛剛打那場球 對香港完全都沒得打 輸一比三 當然對手很強 但是問題 體現到的就是 你的防守不行 這件事 其實某些教頭 尤其是 前男先哭夫 這些叫做前男 其實那個教頭 或者叫做風格 其實那個問題 就是 存在一個問題 是的 甚至乎 我有印象 有16年作客 去上海 是的 記不記得 富力那時候 在口球場都輸得很金 是的 輸得很金 你問我的話 剛剛立完這場比賽 他輸下去 整對球 輸得很強 輸得很強 甚至不比兩年前那場 輸得還要再難看 現在就是這樣 近期 現在 負力最大的問題 就是 對著前列 有一點能力 跟你鬥功的球隊 你就已經輸了 還要輸得很嚴重 你想想 恆大上一場 在月秀山 好像如有無人知境 那樣 防守真的解決不來 而且還要那時候 新花都更當旺 富力那時候更下游 你經過這兩年 富力不是那時候的富力 是不是 但是 也沒理由搞成這樣 沒有的 現在 以廣州富力的取態 也很 你可以說 他都叫量力而為 球會就不會大手扔很多錢 繼續維持一個挺好的風格 不要降班 衝就衝到瓦冠 就是bonus 他是這樣的取態 但是 如果你這樣的時間 對於球迷 可能是差一點點 但是 對於一個球會的發展 你又不能夠怪他 他是這樣的 取態 這樣的投放的時候 譬如現在 最重要的是 當有一些好的中國球員 他們 你買 八千萬 六千萬 我賣 總之 他覺得 可以賺到錢 或者 他有小次 球員說 當門突 本來 千五買回來 一億五 現在 賣吧 沒所謂 放他走 現在他是這樣的取態 其實 你說他錯 我不敢說他錯 因為他的投放 本身就是一支中型班 中型班就是這樣經營 還有 賺到 富力地產 有很多錢 但是 對於球會來說 他就覺得 我不想 每年再投幾億下來 或者怎樣 最好 就是 平衡地發展 收支相對平衡 那就買了球員 那就夠 買人 或者甚至是出糧 就是 他是這樣的取態 嗯 變成 這樣的取態 你又對成績的追求 你又不可以太過 沒錯 是啊 所以其實 今年中超 也有他值得欣賞的 其實我再說一次 我鄧馬家夫不值 前印鬆書 不是 上一集有球迷說 就說 喂 不是 沙魯蘭 想炒馬家夫的 因為國家 就是叫什麼 捉協 中央有政策 就說 喂 你最好 就用 中國教練 中國領 就是教練領隊 總教練 幫國家培養 一些中資的 中國的領隊 但是我也這麼說 山魯蘭 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 都是爺爺 撐腰的 變成 他沒有辦法 不聽上面說 馬先生 雖然你搞得很好 我們唯有 附正 李小鵬 所以 其實就是馬家夫 所以我覺得可惜 其實馬家夫是搞得OK 這對山東魯蘭 其實本身 現在山東一向有基石 有一個好的清訓系統 其實他出了很多人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可惜的 如果有馬家夫 雲高爾這些 去扶一扶 以現在中國足球的環境 其實這些領隊是最好的 第一 歐洲 這麼激烈 這麼現代 轉得這麼快 就不適合他們 但是來到中超 他們是有刃有餘的 就是 夠先進 他們 夠科學 他們 提拔 身血 做得不錯 另一方面 就是邊線方面 努林 暫時的效果 叫做 尚算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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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環繞著 派你 而且他打起 泰迪 哇 今年做射手 大哥 球隊 你看到高雲的前景嗎 唉 你說高雲 我覺得根本是請錯教練 我問你了 場面是很幸運的 但是還是不值得 我問你 如果中超有環境 你要請一個英國人 其實高雲你可以當他英國人 對不對 那個Background是他救不回新德華 接著就過來 不是 我不理 我姑且不理他 是不是救不救新德蘭 但是問題就是 一個英國人 我先不要說教波 首先 有很多制度 很多國 就是國度不適合你 你說請一個南美教練 我是很正常的 南美教練 喂 南美洲是這樣的 球場爛爛做做 管理很混亂 下醫做得不好 他人做得不好 正常的 南美也是這樣的 中超很多時候 某些中下游球隊都是這樣 但是現在當然 這些大球會已經好很多 或者有財團的球會 已經好很多了 好了 請一些前南斯拉夫 或者克羅地亞 那些 又對 羅馬尼亞 又對 東歐教練 又對 但是問題是 請英國人 我真的想不到有哪個英國人 可以在英國 球員 哪怕 甚至領隊 可以在英國 在中國是站著腳的 你告訴我 我也想不起 我真的想不起 霍頓 你想想霍頓多少年前 但是霍頓是 但是霍頓那些 老實說 霍頓那些 都是吃飯吃的 就是不適合教的 而且霍頓幾多年前 那時候霍頓還叫做大國國 是啊 二十幾年了 大哥 二十幾年前 而且大家會說 喂 不是啊 有人叫艾力臣 艾力臣那個 不是英國難人 那個也是江湖佬 你極其量 可以當他半個意大利人 又或者這麼說 意大佬就對了 又或者這麼說 他怎麼去理解防守 或者他在足球上有很多想法 其實他和霍頓都是同一期的 是的 而那一期正正是 英格蘭八十年代的足球 那套哲學 是影響了瑞典已經很深 沒錯 你當艾力臣是一個英式教徒 也差不多 差不多 是啊 但是最慘的是 艾力臣有半個意大人 是的 意大佬在中超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之前也說過 意大人的群帶關係 文化 那些全部 還有那些 修規 古靈精怪 全部跟那些教頭一樣 他不是把英格蘭和意大利的最壞的混在一起嗎 是的 結晶品 但是你不要管 他起碼在中超賺食那幾年都還能賺到食 在富力 甚至在香港 所以你問我高雯這個問題 我只是 當日他公佈 我只是拒頭 甚至好像早上個禮拜 重慶 走去公佈 祖迪格魯夫 我只是拒頭 這些是經理人網絡的神衝突 如果可以的 如果可以的 坦卡迪都可以 當日 坦卡迪教山東努能 都教不行 是啊 沒錯 坦卡迪 大哥 大家知不知道是誰 記不記得 就是彩列卡特旁邊的軍師 如果坦卡迪都可以教 就是教不了 教不了 那些荷蘭人的那些怎麼搞定 大哥 不要玩了 所以 一定是意大利 東歐 甚至南美的那些才搞定 最好是怎樣呢 東歐還要是 前南斯坦夫 前南斯坦夫最適合 因為羅馬尼亞那些最適合 因為 你想想 前南斯坦夫 羅馬尼亞那些 那些環境 等於三十年前的中國 現在已經是優化了中國 起碼球場 草地嶺那麼多 獎金好那麼多 不過 起碼管理好那麼多 相對 技術型球員好一點 沒錯 所以其實 我真的不要說我潑冷水 高文那些 簡直是浪費氣 根本找得他 華幸福都傻的 老人自然這麼好 但問題是 你和北京國安 兩條不同的軌道 一邊是上升 一邊是下降 不是啊 高文那些 我只說是瘋 什麼時候請到英國 如果這樣 說真的 你問我 我真的寧願請金盤坤 起碼南韓人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那些 但是問題是 你英國人 我不知道你怎麼教 我真的 拋頭 我真的 有一個 黑人問號 當時請他 請他 我還拋頭 是啊 是啊 我也不明白 我也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如果 如果你這麼說 你請了 你不如請 李卡特 哈哈 李卡特也不會 不是啊 李卡特 起碼掛我的名字 當日教過巴塞 當日打 教過世哨 起碼拿過冠軍 沒錯 沒錯 那我都拋頭 李祖利古夫 這一套 還有一套 還要搬 不過老實說 通常那些agent 那些sale 都很厲害的 就是sale 你看荷蘭的體系 多厲害 你看 球王之始 你看他做總監 你看以色列球隊 都這樣 又這樣 一定是這樣sale的 sale sale他 改變 剛才我回答昌哥這個問題 就是了 廣州富力和香港富力R&F 那一隊 是不是跟那個老闆 是Bingo的 是對的 沒錯 今年不是啊 說真的 講開廣超這件事情 今年的富力R&F 買人的著力著手 著力了很多 整大半隊 簽了一些新的香港的 真是不錯的球員 所以現在留意一下 看看他對廣超的衝擊有多大 可能我們還有一些本地球topic要講 不過真的 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暫時 是這麼多 還有今晚 大家記得看看歐洲超霸杯 超級杯 看看黃馬對馬體 又打成怎樣 好 下個星期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